歡迎收看IM與樂通 大家好 我是蔡詩芸 今天我是你的主播 然後其實我心情非常的開心 然後又有一點緊張 因為我其實中文沒有很好 所以怕等一下講講就會有一點卡卡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原諒我 大家也知道最近3月9號 我出了我的新專輯叫黑色彩虹 可以看一下 然後希望這次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因為已經隔了五年 上次好像是雲朵那一張 然後這是我第三張專輯 這次也有很多自己的創作 然後也有參與很多後製作的部分 像製作還有錄音配唱這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來聽聽看 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那接下來我們先看看娛樂的大件事 要是要負責任 這次是要負責任 就要負責任 要負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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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本周的娛樂大事件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則新聞吧 很多電影我都會寫一些東西 比如說在我的官網那邊我會把它鋪上去 但是因為這一次陶姐很久沒有在香港拍 對啊有一段時間沒有香港拍 如果有一天真的在台灣有人請我來在台灣拍的話 台灣的那本書那個經歷我一定會把它寫下來 當然了因為導演是 真的是三十幾年前找我 然後讓大家認識 就是讓大家讓香港人先認識劉德華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法外情 就是那個丁妮姐就讓我在台灣 大家都認識了劉德華 對 所以這兩個 兩個之音啊 對啊 兩位就 一起再拍一部戲 真的 我們一直下來都會覺得 因為導演他說我要拍文藝片 文藝片 我就怕就是文藝片在市場上面有壓力 那現在 現在已經不管怎麼樣了 我覺得在市場上面不管它 影音還是書或者是怎麼樣 我覺得已經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 我第一本書已經十幾年前 所以下一部可能是十幾年後 所以下一部可能是十幾年後 大家覺得 真的要等一下 就看看 就看看有沒有機會在台灣拍戲 有台灣拍戲 我也希望很快 真的齁 本來就是在那個 那些年 以前我們寫了一個劇本 就是 對啊 也是 跟劉德華一起走過的日子 真的嗎 他沒想到就出來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就太像了 就以為我跟風就不好了 所以就會說九把刀 這個陳咬金 對啊 我就一把刀 其實我告訴你 就是另外 就是那真正的 就是那個王老師 對 他是一個 那個怎麼說 歌唱家 他是很會唱歌 有一天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弟弟姐說 你知道他唱歌很厲害嗎 我說不知道 然後他們就 原來他是聲音樂 那他也是在內地一個非常有地位的一個評審 我就老是跟著他 下一次你那個 好叫一下 那個金雞獎 白花獎 想一想 他說不行 他說以前就覺得我演戲不錯 但是他們說如果電影是配音的話 就沒機會入圍 唉唷 那所以這一次 好姐我就特別特別自己到內地配音 就看看這一次 不然的話還不入圍的話 還不入圍的話 我就覺得他有問題 從上一次我唱片的時候 就翻唱的那一次 唱片之後就很少 已經沒有了 就是這個就是上一次 唱片的時候到現在才是第一次簽名會 然後 這一次是特別一點點 是因為這個書 我真的沒想過要出 然後忽然間就出了一本書 然後 大家 大家那麼支持謝謝 謝謝 那最近發了我的第三張專輯 黑色彩虹 心情非常的開心 因為真的已經得了很多年 然後這次有很多自己的創作 因為其實之前 很多人可能覺得 欸 詩雲怎麼消失掉了 好像不會再唱歌了 然後就是看到我 跑去做一些模特的一些部分 因為當初就是有這個機會呀 然後去當就是微風的代言 可是後面我還是一直很喜歡 就是很喜歡唱歌 那就是我為什麼就是踏入演藝圈的原因 就是因為很喜歡唱歌 然後那時候有就是碰到一個 我很好的朋友啊 然後他就說 欸 其實你就是從三歲都可以 就是會彈古典剛心 你應該可以寫歌啊 可是我第一張寫了一首歌 就是一臉清秀之後 我都沒有再參與寫歌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自己寫歌好像沒有很完整 然後給人家聽也非常的丟臉 可是三年之前呢 就我一直就是跟Terry 一直有寫一些歌出來 然後那時候也寫了很多首demo 然後後面自己就回家 然後也從這些很資深的製作人 老師們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自己在家裡也就是 裝了一個軟體 然後也有一個小keyboard 所以就是晚上孤單的時候啊 都會就是去聽裡面 然後那邊會唱作 然後其實詩雲在家裡有兩隻鳥 對 所以其實我的demo裡面都會聽到 就是兩隻鳥會在後面就是那邊尖叫 那這次就是很開心 也就是有把手自己的創作 在這一張專輯裡面 就希望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比較不一樣的詩雲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現在看到我就覺得 欸就是她是彩虹的啊 然後非常開心 然後是一個非常就是幸運的一個女生啊 然後她可能就是只是來做一下唱片玩完 可是沒有 因為其實我是非常認真的做這一張專輯 然後在裡面就是每一首歌 都也有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在裡面 可是這些就是是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希望分享給大家 可能大家就是聽到這些歌 也可以就是陪伴你們 就是你們不開心的時候啊 或是是開心的時候 都可以聽一下這張專輯裡面的歌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吧 等一下回來再聊 好嗎 War has started And we are hopelessly outgunned Director Fury I think it's time You here with the mission, sir? Trying to get me back in the world? Trying to save it Doctor, we need you to come in What if I say no? I'll persuade you What are you asking me to do? It's called the Avengers Initiative I thought I didn't qualify Apparently I'm... What is it? Volatile? Self-obsessed? And don't play well with others I think they need a time-out How desperate are you? And you call on such lost creatures to defend you You have made me very desperate You have made me very desperate We're not a team We're not a team We're a time bomb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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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nothing we were ever trained for No! Guys, I'm bringing the party to you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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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xt Floatz Well on the other end they call us 黑色彩虹呢 我也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特别 那可能对很多人 他们觉得黑色彩虹对我来说 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可是对我来说 黑色彩虹它就是一个 因为这次我们 我的专辑里面就是有分配 比较黑云的一些歌 还有比较白云的 那黑云的部分就是比较沉重 然后比较就是 比较悲伤的一些歌 可是最后呢 还是会看到彩虹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 有被收伤过的一个女生 可是我还是还蛮坚长的 所以希望可以分享这些 就是勇气给大家听 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比较白云的部分 比较轻快的一些歌 可是它还是有一点黑暗在里面 因为其实像 在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 想象爱 其实它是很想要有一段 很完美的一段爱情 可是还是没有找到 所以它就是像想象爱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黑色在里面 然后这次呢 其实在里面的风格 我没有想说就是想要定型这张专辑是 就是它是一个hip hop或者是R&B 或者是就是摇滚的一张专辑 因为其实我私底下听的风格都还蛮多 就是不同风格的一些音乐 所以这次在创作跟编曲里面 就是想要融入所有的 就是自己喜欢听的一些风格在里面 所以它就是一个流行专辑 所以希望你们也会喜欢这次的专辑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下一支的新闻吧 今天的一个记者会 它有两个意涵 一个就是跟赵总 然后上海这边的合作 发布签约的仪式 然后另外一个因为现在 我们开放很多路客观光 很多城市都可以自由行 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有些Neddy的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去Mr.J餐厅消费的时候 他消费完就走了 他不晓得还有其他的讯息 那我们今天这个 这边护照的意义就是说 我跟杰伦相关的店 不管是田园豆腐Mr.J还有这一间 还有一间差 我就总共有十间 还有雅廷师 就是这十间店我们做成一个护照 然后这个护照很特别 就是说你今天在这里消费 然后他有个折价券 然后你一个纪念的有说 还有别家的讯息 原来哪边有一家服饰店 哪边有一家意大利餐厅 哪边有一家茶屋 把这个线连起来的 对 没错 我们杰伴公司JVR 就是用我们的英文 C是结论 V是我 然后R是龙哥 龙哥是R 对 用我们三个的英文 单字第一个去当杰伴公司的 所以JVR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JVR护照就是说 一样用我们的英文的一个 第一个字母 去单个简称 然后做这个护照的感觉 好 然后这里面呢 很有名一家店的讯息啊 不管是网址啊 餐饮的服务啊 或它的特色 是 然后总共有十间店 十间 对 就是 这个都是 对 这个内地的游客吗 台湾人也可以赢吗 我们可以赢 都可以 就是我们到了你跟周杰伦开的 这个餐厅啊 服饰啊 然后就是会 去消费就有这一本吗 对 没错 有了这一本之后 我们就可以到你十家店去消费 对 而且这里面又有十家店 所以每一家的折扣加起来 已经才会一万多块了 哇 哇 掌声鼓励鼓励 而且我觉得 而且你很会发想 你很会这个创造这个品牌 这其实是去我们十家店 消费 任何一间店都有 对 然后你可以拿了一本之后 你就可以到处去留打 当做一个光光的护照 就是很特别 是 三 二 一 JV 坤坤护照 正式启动 对 因为其实我们遇到一些小 应该是想甜蜜的困扰 就是说你在餐厅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 诶 饭车西怎么走 然后有时候你在 饭车西买鞋子的时候 人家会问你说 诶 那 费价步怎么走 就是说 或继续怎么走 那就是 其实连我自己 有时候朋友要订餐厅 我其实我都哈打电话问街神 说诶 你们餐厅电话几号 可是今天有这个护照 其实很方便 因为10家的讯息都在里面 对 我们手刷印1000本 因为这个其实好几页 而且印刷很精致 那我们每一间店 其实会先放100本 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很好用 然后很内地的朋友来台湾观光 只要拿一本可以时间都去走 那我们会再进刷 可是第一次只印1000本 然后每一间只有一百本 大家可能最近也有听到 我这次的首播主打歌叫 你知道这不是爱 我每次都会听到这首歌 我每次都会听到这首歌 就想要跟他就是有一点腰动 其实我当初写这一首歌的时候 我是有一个就是一个画面 就说可能就是人家有跟他们的朋友啊 或者是情人啊 或者是可能有一点不开心 然后很随性的 可能就把这支包包拿起来 然后进去一个车子 然后一个人开车去沙滩那边 然后听这一首歌 就可以放松清醒 心情 然后呢 这次也有就是请到小崔帮我填词 然后其实我们 就是工作的一些内容还蛮好笑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 他可能不会想要接到我的电话 可能一看到台湾打来就 哦快点先按 就是按盲音 因为我之前跟他一直在那边 讨论这一首歌的时候 就说每次跟他说 就是词的部分 我就说希望可以简单 然后容易记 然后又是比较有个性的 然后他就觉得 哦每次你都跟我说这样子 然后就是 那范围都很广 我就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开始写这一段歌词 然后其实这首歌 我觉得对我来说 它是还蛮自然的一首歌 因为其实我当初写的 会比较黑暗一点点 然后有时候自己在 弹钢琴的时候啊 也会就是有一点 就是眼泪的 就是眼痴痴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 他 他的编曲比较 可能轻松快乐 可是他的歌词还是说 就是今天这女生 她是很坚强地想要跟她的对伴说 就是我微笑地说再见 我觉得这事情 其实是一个还蛮困难的事情 因为其实有时候 你可能跟你的情人 已经就是很久了 那他可能已经变成 这不是爱 他可能就是变成一种习惯 可是总归都是 还是一个舒服情绪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有比较难 跟她们说再见这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 就是听到这首歌 也可以就是透过你们自己的故事 来分享给你们听 然后就是可以陪伴你们 那我们接下来呢 先看一下下一个新闻 那为什么华民会群名叫 作孟子 我一直以为我们来到澳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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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之前在韩国的时候 说了很多台湾的本子记过去的信 讲了一些台湾的事情 所以他们很想要来到台湾 那今天来到台湾 而且在这种场合 马上就要跟台湾的本子们见面了 他们非常地紧张又起来 我们来到这个参加的 很多人给大家 일단感谢一切的一切 我感谢一切的一切 我感谢一切的一切 首先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多爱他们 因为他们一定是新人 然后出带来到 因为得到这么多的大家的喜爱 非常感谢 那以后呢 他们会用更努力的 更棒的舞台来告诉大家 我们在台湾媒体中 常常新印象を 받고 싶다고 大家说了一切 但是 여러市场市场에서 저희가新印象 받았던 그 순간이 가장 기억에 남았던 것 같아요 저희 멤버들은 对新人来讲 最想要得到的奖 像是一个新人奖 所以他们从出道 就很希望自己能得到新人奖 那他们终于得到之后 真的非常开心 所以真的印象非常深刻 저희가 이렇게 크게 조언을 하고 있는 그런 입장은 아니지만 자신이 좋아하는 일을 계속하고 좋아하는 일을 찾다보면 언젠간 좋은 날이 오고 좋은 성과를 얻을 수 있을 거니까 포기하지 말고 항상 지금 하는 듯이 열심히 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다들 화이팅 했으면 좋겠습니다 他们现在 还不至于 到时候 可以给人家 什么建议等 这种程度 也不到那种 所以 只是说 如果 当一个人 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 喜欢这件事情 而且努力的去做的话 终于一天 会有很好的结果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希望 然后继续的努力下去 加油 저희 Boyfriend 가 처음으로 이렇게 대화 났는데 저에게 많은 관심이 있어서 굉장히 감사드리고요 앞으로도 이런 좋은 모습 많이 보여드릴 테니 기대해 주시고 많이 사랑해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 Boyfriend 是这一次是第一次 来到台灣 看到大家这么的 关心他们 也支持他们 非常地感谢 以后呢 他们会继续的努力 请大家 多多的期待 也请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接下来 还有更多的娱乐大事件 你知道这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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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不如说再见 一天一天打败我的倔强 一次一次浪费了我的原谅 这不是爱 一直到这一点一点 我的心也到了极限 我确定今天有你最后一遍 抱歉你已经不在我心里面 微笑说再见 一直到这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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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的快乐都被留在从前 付出的越多却离你越远 这种剧情我不愿 继续出演 我决定要对自己好一年 一天一天打败我的倔强 一次一次浪费了我的原谅 这不是爱 一直到这一点一点 我的心也到了极限 我确定今天有你最后一遍 抱歉你已经不在我心里面 微笑说再见 微笑说再见 一天一天打败我的倔强 一次一次浪费了我的原谅 你知道这不是爱 我的心也到了极限 我决定今天有你最后一遍 抱歉你已经不在我心里面 微笑说再见 你一直到这不是爱 我的心也到了极限 我决定今天有你最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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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说再见 你一直到这不是爱 我的心也到了极限 我决定今天有你最后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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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今天有我决定 好有我决定现在 我 gorgeous you termin 叫《黑色彩虹》 那剛剛其實有說到自己有創作的這些歌 其實我接下來想要跟大家聊聊 這次拍MV的一些心情 然後《黑色彩虹》可能大家有 就是最近看到新聞好像 誒 雖然很性感就是在一個浴缸裡面拍 可是其實在MV裡面我覺得是還好 因為在MV裡面我是演一個拳擊手 然後這個拳擊手他可能就是暗戀他的教練 可是他的教練是已經有一個女朋友 可是這個教練也是就是也有一點 就是好像對你有一點意思這樣子 然後這次也有很開心請到就是 Apple跟瑤瑤的弟弟就是阿曼來當這次的男主角 然後其實我私底下跟他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然後覺得就是他在MV裡面也很帥 然後MV的女主角也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林曉雲 然後這次其實請到他們來幫忙 真的非常的開心 然後那天其實拍MV也非常的辛苦 就大家工作人員我覺得都比較辛苦 因為那天真的好冷好冷喔 然後一直在那邊吹風 然後我們那天也拍了就是大概12個小時有了 對所以其實希望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這次的MV 然後也很開心這次有請到就是 就是曠生導演來幫我就是拍這四支MV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幸運 然後他也非常的厲害 然後他燈光也非常的美 所以就很謝謝他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 欸好像也是我的新聞 然後就是那天可能大家有看到就是 謝謝自由發揮來幫我慶祝我的生日 我覺得他們有送一個發財打麻將 因為他們知道我很喜歡打麻將 然後有送一個就是蛋糕給我 然後也有當我的沙包 所以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就是那天就是一直有打他們 可是他們兩個也非常的可愛 然後也有好笑 所以真的謝謝自我發揮 那接下來因為其實我們那天 他們就是來先幫我慶祥 那4月21號我們會有一個就是 我的個人的小型演唱會 在西門町的河岸留言 大河岸留言 然後這次其實我最近也一直在準備這個 就是演出給大家 因為很久沒有演唱了 給大家聽就是我的歌 已經有五年了都沒有跟歌迷就是見面 然後這次也有就是唱完歌 我們會有一個簽唱的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來支持 然後為我加油 因為我有一點緊張 可是又很開心 因為真的很久沒有看到這些Fans 然後我覺得就是 從以前一些失去的Fans 跟現在就是新的一些Fans 真的很謝謝你們一直支持我 因為這樣子我才會就是有 比較好一點的成績 然後有勇氣就是可以一直就是寫自己的歌 然後我會更加努力的 所以希望大家那天也可以就是來現場 然後幫我加油 那我們接下來先看看這個新聞吧 shift 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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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力打 你用力打 你先試試看 你先試試看 你至少要這個力 先試試看 尊重 你要打他你要自己騰空飛 一二三 你這只能飛這麼高 你來 換邊 待會再換邊 待會再換邊 好等一下再換邊 好 太快 數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就 沒有 一二三 一二三 好飛不高 一二三 一 一二三 喔 最高點是十棒 OK嗎 大家都 飛起來也要朝這邊 飛起來也要朝這邊喔 會不會 手要敞住你 一二三 一二三 然後這次就是發了我的新專輯 黑色彩虹 所以就是很開心可以跟歌迷唱歌給他們聽 然後也是有簽唱會這個活動 我覺得就是整個過程都還蠻辛苦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就是完整的一張專輯這樣子 還有就是完整的歌 可是其實這個程序就是還蠻還蠻長的 然後就是因為現在我才知道就是為什麼大公司會有那麼多人就是幫你在做一張專輯 就是有計畫有宣傳啊 然後就是有很多人幫你安排 可是其實這一張專輯是我跟就站在那邊我一個經紀人 就是兩個女生一起做出來的一張專輯 所以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因為真的做得還蠻累 可是我覺得在這過程我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也還蠻自由 然後也很開心可以就是分享我的音樂給大家聽 好吧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掛回來有更多的娛樂大時間喔 時間都暫停 我遇見你不切實際沒了邏輯 感覺我們的距離少了低聲引力慢慢的靠近 像我是你懂我沉默的在乎 一瞬間卻又變成孤獨 她的眼神 愛的眼神 大凡我擁有的可能在你身邊太甜蜜 轉過手我看見了黑色彩虹 遠遠的卻好像屬於我 她說慣了只剩一種 是寂寞 那是你給我的黑色彩虹 照亮我最後出口 如果男孩又如果給我一點什麼 就算會很痛我也會捨得墜落 會捨得墜落 世界都安靜 你擁有它卻想著我沒了規矩 感覺我們的聲音像了空氣一樣的 全部都耳鳴 好幸福 停不住想念的頑固 我的彎 一瞬間卻又變成錯誤 愛的本性不會傷人 除非我擁有的可能是你身邊的幸運 轉過手我看見了黑色彩虹 永遠的卻好像屬於我 她說快樂只剩一種 心寂寞 那是你給我的黑色彩虹 那是你給我的黑色彩虹 照亮我最後出口 如果男孩又如果 給我一點傷亡 就算會很痛我也會捨得墜落 我和我自己說看 相信就不讓我死心 對你肯定就讓你和我無關 那是你給我的黑色彩虹 你的句話是幫助於命 她說快樂只剩一種 心寂寞 那是你給我的黑色彩虹 照亮我最後出口 如果男孩又如果 如果一點什麼 就算會很痛我也會捨得墜落 她說快樂只剩一種 是寂寞 歡迎回來收看I am娛樂童 大家好我是蔡詩雲 你們的主播 那接下來想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專輯裡面的一首 還蠻特別的一首歌 然後我自己也非常喜歡 然後叫吸血鬼 那大家可能最近也有看到 最近的新聞 其實這首歌是由 宅男女神陳妍希來幫我填的詞 然後這次也非常的 我的榮幸有請到她幫我來填詞 其實我那時候寫這首歌的時候 已經有三年前了 然後三年前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跟妍希兩個都是 五年前她剛回來台北就認識了 然後其實她是我的非常好的姐妹 然後我們就是私底下也會 就是打打麻將啊 然後她打麻將非常的厲害 我們也會就是通常去吃飯啊 然後就是看電影啊 就是做一些就是平常朋友都會做的事情 因為就我們兩個都是從國外回來 所以其實我都是一個人在台北 然後妍希也是一個人在台北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像那種 就是節日像中秋節啊 或端午節 就是我們都會就是一起組合起來 就是幾個小女生 然後就是在那邊吃飯啊 因為其實就覺得還蠻孤單的家人都不在這邊 那其實這首歌就三年前 妍希有聽到 然後她就說欸其實我不知道你會寫歌 然後她說你知不知道我會寫詞 我就說欸我不知道欸 所以我就跟她說欸其實你可以來聽聽看我的歌 如果你覺得就是比較有 就是覺得你比較就是有適合的 你可以就是選來就是幫我填填詞啊 然後那時候她就很認真 所以其實她就選了這一首歌 那當初她其實是給了我一個版本的詞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我覺得就少了一點點個性 可是我也沒有什麼資格去推她 因為其實自己的中文也沒有很好 可是就我覺得欸就少了一點什麼 那其實我們私底下兩個人 都是比較就是直接的一個個性 所以我就直接跟她講 就是說欸就是有沒有辦法 可以就是再特別一點再加一點個性 然後我覺得妍希是非常的厲害 因為其實有時候人家他們可能填歌詞會填到 就是會覺得喔就沒有什麼好像特別的感覺 可是妍希那天晚上她就很努力 然後就回去然後就改了這整個歌詞給我 就重新寫了一個版本 然後隔天我就收到 就看到吸血鬼這三個字 我就覺得欸很特別欸 所以其實這次我去就是重編這一首歌 還有製作這首歌的時候 就按照就是妍希當初她有一個畫面 就說欸蔡俊就是一個就很性感的一個 可能吸血鬼從哪邊就是爬出來的感覺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這 這次的這首歌叫吸血鬼 因為其實我覺得可能會想像不到 就是是我跟妍希就是合作的一首歌 所以就希望大家也會喜歡 那記得就是大家希望可以多多支持這次的專輯 黑色彩虹3月9號已經發行了 然後裡面有很多自己的創作 然後真的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歌 因為我真的花了很多時間進去製作啊 然後也不要忘記就是4月11號 有個人的小型演唱會在大河岸留言一點鐘 然後其實有更多的訊息 都可以上我的個人的粉絲團體 就是去找蔡俊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順便去幫我按個讚 因為大家有看到最近的新聞 可能如果我破三萬就要穿比奇尼去做一個 瘋狂的事情 然後其實我現在有一點後悔 可是沒關係因為我說到我就要做到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這次的專輯 然後就我會一直就是努力下去 然後也一直會加油 也別忘了 每個星期五晚上九點要鎖定IM娛樂通 我是這個星期的主播蔡詩雲 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 但是,不必要去做 不必要做 不必要做 但是,不必要做 不必要做 你會做到 有事情要做到 你不需要知道 那不是不是你把我所證明 那不是我教育你 我告訴你 有什麼東西 任何其他人 何其他秘密的秘密 KAY!KAY! 我找到KAY 你有看到他嗎 有一個老爺的老爺 他笑了 KAY已經死了 40年 來,拿這個 所有你必須要跳 是跳 你想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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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Y? pero KAY AK 用 velocity 凬作詞 公 suffering 开中 你 跟